在这个国际比赛中,没有进入国家队和已经退出了国家队的球员有了很多的空闲时间,比如今下转会到一甲萨索洛的前AC米兰加那球星布阿腾,他是半人后卫小布阿腾的哥哥大布阿腾,曾经在阿莱格里手下的米兰身穿10号球衣, 将小逻辑上替补习的也是他,这明星萨索洛中常在这个时间里,经受了意大利媒体的采访,面对再次重返一甲,王子出了感叹,他依然还有着梦想,谈到再次回到一甲与以前相比,我阿腾说,31岁的我重回一甲赛场感觉非常棒,虽然这里需要我更多的跑动,但是能帮助刀球队我非常高兴, 现在我没有再感受到和以前一样的压力,输球的时候我依然会感到生气,但是现在我可以理解失败的方式和原因,我知道我年轻时做错了一些事,因为我不认真,回想起我的整个职业生涯,我自认为还不错,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, 德子尔比萨索罗主教练,他教我找到合适的位置,目标,我不是来救赎的,萨索罗要更进一步,我们的目标是前三场比赛的目标,目前一甲击分榜排名第二,我们的目标很高,即使没有人能看上我们,下一场面对尤文图斯,面对他总是特别的,要战胜他们我们需要完美,得展现出自己的优点 并希望他们不能,再次重回,一甲的布拉腾在这几场表现不错,终于找回了他手机的节奏,希望他不再漂泊,带领萨索罗络续黑马表现,这尤文,纳布勒斯,国米,米兰和罗马等制造令人惊喜的威胁